三 二 一 请接展 拉下红布 揭开这次中小师生陶育作品展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办理 107年度国中小师生陶育教学成果展览会 8号在成品台东故事馆展出 即将卸任的台东县长黄建廷说 对学生的作品相当惊艳 有很多年如果不是把那个牌子拿掉 骗我说这个是什么大师做的 我都会相信 因为其实有时候孩子的想法是最单纯 然后他没有什么方法 做出来的创作都是很练习的经验 第六届陶育展充分展现台东县陶育教学计划 两年多来累积的丰富创作实力 52所国中小学 选出近200届优秀作品展出 这次荣获创意奖的宋怀恩说 这次作品是将平常画作运用在陶育作品上 这次陶育展将展到明年1月3号 县府表示透过完整的教室 配信材料工艺以及作品委外代烧等完整流程 协助学校落实美感教育 希望未来能为台东运益像比卡索一样的艺术大师 原始新闻项目加深台东市采访报导